然后每日一答回答一下错宝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错宝说 你看我这个糖果甜心 咋回事啊 一直在黄叶 你就没看到人家一直在长花苞 一直想要开花吗 你光看见人家黄叶了 只行马儿跑 哎哟 还得让马儿不吃草 你就不能浇点水吃点粉吗 黄叶咋的了 黄叶咋的了 就典型的我大舅子怀孕了 你还不给人家吃喝 大舅子怎么还黄病了 还有点营养不良似的 还给你造人 下个错宝绣球种半年 现在缺水咋玩 这什么玩意 这就上病了 我的臭宝 用点小黄二号 不致癌育 再用一点点肥料 这养的挺好的了 已经比较好了 但需要杀菌的时候就得杀菌 别省钱 要不让你省钱的话 又让你上恶眉灵之类的贵的东西了 这现在小黄二号够便宜了 都干到9块9了 还咋便宜 像臭宝说 我的樱桃是缺肥了吗 叶子发红发脆 已经拔了好多了 谢谢 发红发脆 用点杀菌药 这个应该是病菌类导致的 该施肥的也得施肥 皱皱巴巴的 它缺了各种肥了 建议是繁肥水 比如说一般的缺肥 我会推荐你用通用型的缓施肥 但是像这种情况还是繁肥水比较好 除了贵没比较毛病 杀菌 硬山红怎么修剪 你赶紧他这个长得这么漂亮 还问你怎么修剪 现在就是你头发很茂密 你说老花姨我留个什么发型 随便 你给我大舅子不讲 我大舅子头发上都有名字 他这个头上的几根头发都有名字 他问我留什么发型 我就 叮 还叮 马桶塞 叮 扔过去 能沾头上那种 那种就不用剪了 知道吧 都有名 你这个学变 想怎么剪 怎么剪 该施肥了啊 臭宝 现在臭宝的时候 师父能给个意见吗 白施肥去哪了 是那个干活的那个师父 这个这个 这种花怎么修剪一下 你跟上面那个臭宝一样 头发很茂密 问我怎么剪 想怎么剪就怎么剪 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 你就随便剪 说白了就是有毛囊就行了 你看我头发很茂密 我把天灵干推了怎么样 咋了 开盖有讲 还是开盖有惊喜 还是里边有啥东西要倒出来 就你把那些小的 没用的那种牙子给它抹了也行 像这么说 老花姨你好 帮我看看我的茉莉 你就不能剪剪吗 养了很多盆 这了那了的 修剪 茉莉是一个耐修剪的 就跟男人的胡子一样 你发现了吗 这个老爷们的胡子越刮越旺 你要不刮 你看他长得怪长 弯得出奇 还干枯毛躁分岔 刮了以后天天长很旺 茉莉就是这个道理了 剪剪剪 开完一波花修剪一下 明白了吗 然后丝上肥料给竹光的 他又开一波 比如说我不剪行吗 不剪不行 明白了吗 就我大舅子生小孩 他生完小孩以后期待他不剪 他带着有啥用 没啥用 明白了吗 剪 撕肥 别都没啥了 点关注 点赞 收藏 分享 转发 我是老花姨 眼花最长姨 白了成功